- 嗓嗓嗓嗓 - 嗓嗓嗓嗓 - 嗓嗓嗓嗓的蚯蚓便便 - 一般人光是要他摸 - 都要深呼吸 - 很純 - 裡面沒有土壤 - 但王廷紅是呵護般的捧在手掌心 - 對他來說 - 這可是一桶又一桶的黑雞 - 放心嘴唇 - 土味 - 反正你沒辦法聞 - 它就是淡淡的土味 - 肥料氣味通常刺鼻 - 但王廷紅的蚯蚓土肥 - 聞起來不臭還不長果蠅 - 平常呢 - 蚯蚓各個被封為上兵 - 吃的是五星級 - 因為他吃的是菇肥 - 還有是啤酒渣 - 現在在這邊 - 因為在當地 - 所以我還試了一個東西 - 試水果 - 原來王廷紅過去 - 是啤酒廠的副廠長 - 酒廠頭痛的啤酒肺渣 - 王廷紅當成飽 - 四十萬隻蚯蚓吃得好 - 每個月順暢排出十噸便便 - 就是有機鈣營養的天然肥料 - 因為你一直做這個動作啊 - 像網球走一樣啊 - 我們這個地方會痛 - 只是四十三歲的王廷紅 - 好好的副廠長不幹 - 一個人跑到金山和蚯蚓當朋友 - 職業商還不說 - 算算五年來已經燒掉百萬出款 - 還是被錢追著跑吧 - 因為一年下來 - 其實到了年底的時候 - 最多的保險費 - 什麼費 - 都是在最後要繳 - 後來我們知道 - 拿房子去帶跑 - 連房子都砸下去了 - 管銷配送通通都要自己搞 - 假日還要到市集擺攤 - 推廣蚯蚓圖得好 - 創業當逃g - 好像沒有比較好 - 離開舒適圈 - 王廷紅說 - 都是為了他 - 因為你才月休六天嘛 - 月休六天 - 帶小朋友出去 - 小朋友不讓我抱 -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- 小蚯蚓力量大 - 草莓地瓜 - 頭好壯壯 - 也讓王廷紅 - 多了時間陪小朋友長大 - 東森財經新聞 - 陳和平 - 魏林彥 新北市報導